海鮮加油 海鮮加油 柯文哲現身台中小草見面會 大批支持者團團包圍 外務造勢大會在盛演 除了立委吳欣盈陪同 也跟太太陳佩琪同框 要感謝小草們的支持 第一次的話是說抱歉 我們這一次沒有成功 轉念一想 不要說它是一個失敗 我們要說它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一個小兒捐款 就可以把這場選舉打完 你看 這是一個 應該算是一個 在台灣的歷史上是一個奇蹟 儘管總統大選以第三名落敗 但小草們信心不滅 用創意表達支持 穿著恐龍裝 青蛙裝 還有背著阿伯的人形氣球 讓柯文哲大開眼界 這一次終於有近距離 看到這些恐龍跟青蛙 太有創意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就是那種掃街你知道 有這種恐龍 還有豬豬人 動物園的人都跑出來了 好 謝謝你們這些 謝謝大家的支持 柯文哲在台上致詞到一半 台下一名小女孩已經迫不及待 要送上卡片 同言同語 讓現場民眾都笑翻 他對阿伯說什麼 謝謝 他要送他東西 他要送給你 謝謝謝謝 謝謝 你應該不是 感恩正面會 柯文哲也開放讓粉絲問答 並且一一拍照 選後近距離互動 感性洩票 少了正知味 多了取微信 靜雷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